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听题目咯 气旋与反气旋分别是哪种气压中心的为何此类气压的又称为气旋与反气旋的为什么 那个气旋跟反气旋听名字你应该就知道两个转的方向是相反 所以我们先搞清楚气旋反气旋就相反就好 那现在的气旋怎么了 考虑的是跟地球自转的方向一致或者是不一样 也就是你书本的话呢 在你的第94页 第二段话的那个出的蓝色字就有去解释 所以我们直接利用这张图地球自转 这个叫地球自转的自转轴 北极上空往下看逆时钟转 南极上空呢来看地球 顺时钟 相反的 我们先考虑我们习惯的北半球的世界 我们北半球的世界如何了 你应该知道的北半球的世界 逆时钟转的 是L 低气压中心 所以也很巧合 叫做呢 北半球逆时钟转的话 这个L我们把它叫做气旋 相反 顺时钟转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呢 反气旋 那你说这叫做北半球的是 蓝半球呢 蓝半球的话逆时钟转的是谁呢 逆时钟转的是 高压 蓝半球逆时钟转的是高压 结果这个高压的话呢 我们就说了 蓝极上空去看地球转 不是顺时钟吗 那你这里讲逆时钟 那不就跟你自己在你所在的位置去看地球转的方向相反了吗 所以呢 蓝半球逆时钟转的 就叫做反气旋 而这个反气旋 刚好就对应到谁呢 高压 那你说了 那蓝半球顺时钟转的 蓝半球 上空去看地球转 顺时钟 所以叫做气旋 叫做气旋 而这个气旋的话呢 蓝半球顺时钟的气旋 蓝半球顺时钟转的刚好是L 所以很刚好怎么了 你来看哦 看那个气旋的L 气旋的L 气旋都刚好叫做L 低气压 而H H 反气旋的H 高气压 但是记得南北半球转的方向是相反的 只是南北半球都叫做气旋 都叫做气旋 转的方向有一致吗 没有 所以这一切都是很刚好 所以后来才说气旋就是低压 反气旋就是高压 但是记得南北半球转的方向是相反的 好 好 是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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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